小小蜜蜜我們今天要講什麼故事 登登登登 baby小故事 小豬吃飯 對我們今天要講的是0-3歲的baby小故事 好習慣小豬吃飯 吃飯應該要怎麼樣 蹦蹦跳跳的吃嗎 做好吃對不對 那應該要 只跳自己喜歡吃了嗎 還是什麼都吃 什麼都吃 對 我們來看看小豬是怎麼樣一個 那個飲食習慣 小豬不愛吃米飯 撒到桌子下 哎呀怎麼那麼浪費啊 他不知道米飯種出來很辛苦嗎 我不喜歡吃飯 你居然假裝小豬的聲音替他說話 小螞蟻呢看到了 嘿咻嘿咻 抬回家 對啊小螞蟻很勤儉啊 他把小豬倒掉的飯 把他抬回家吃 小豬呢把一大碗米飯都倒到桌子下了 他自己不吃還這麼浪費 怎麼可以這樣 一群小螞蟻都來台米粒了 小螞蟻分工合作 運了一些糧食回家 嗯 這麼多的小螞蟻 真好玩 小豬呢把肉丟到桌子下 哈丟米飯還不夠 還把肉也丟到桌子下 他怎麼這樣 會引來大灰狼 會引來大灰狼 大灰狼來了 好香啊 穿進屋子來了 對啊大灰狼一口吞下大肉片 不好了 大灰狼向小豬撲過來 救命啊 你看他挑食的後果 就是什麼 引來的大灰狼 救被吃掉 不可以浪費食物知道嗎 不想吃的東西提早跟爸爸媽媽說 然後可以事先拿起來 吃不完的就先拿起來 不要浪費食物 中午便當不要每吃完就帶回來 不要光跟同學聊天不顧的吃飯 好嗎 好啦這本就是0到3歲 baby小故事好習慣小豬吃飯 看